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OM下载速度 缓冲质量 真数错误码 版本号3.4.37 2018年7月21日15年01分57秒 播放流水 B81 196 D4 B3 DB08F 165 69C 729 B791 54 D970 201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战报 建业主场 2B2炸瓶身花卡兰加美派2度光临破门 按住画面 按住画面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XWINDOW DAPA VIDEOAR PUSHVN002 74I32L IMG HTTP NOOSE GTIMG.COM NOOSE LAB LS 045 2209 757 640 4800 HIG视频 战报建业 主场 2B2炸瓶身花卡兰加美派2度光临破门 时长于2分25秒 在今年的夏季转会窗 河南建业队进行了大幅变化 航体之王伊伯回归建业 保加利亚金薛卡兰加业加盟球队 有来就有走 球队后卫卡拉回归机甲 而在近日 比利时球队标准烈日官方宣布 河南建业外员奥兰多萨回归球队 在出席新闻发布会时 这名建业曾经花高价买入的球员 也谈到了在中超效率的一些感受 奥兰多萨首先表示 再次和大家见面真好 一切都没变 好像我从没有离开过一样 回到这里 就仿佛回到了我自己的主场 谈到这次出人意料的回归 他说 冒着让大家失望的风险 在这里我会谈的是现在 而不是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实话实说 我必须承认我更喜欢在这 但 我也不会说任何关于中国 以及河南建业的坏话 在那里 每个人一直都对我很好 他们理解我有回归的愿望 他们尊重了我的选择 这才让这一切大声的比较容易 离开标准月日 奥兰多萨收到了不少批评 对此 奥兰多萨表示 我明白 我想告诉他们 这是我和双方俱乐部共同的决定 当时 我们认为这一决定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我受到了批评 他们说出自己的看法 但我尊重每个人的意见 现在 粉丝们知道我希望为标准月日效力 我想在这里获得稳定的职业生涯 为了我 我的妻子和标准月日俱乐部 我会努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在建业 奥兰多萨并没有太好的发挥 他在上半赛季只供入一粒进球 谈到自己的状态 奥兰多萨直言不讳地承认了自己状态不佳 没必要对你们说谎 我仍然需要努力恢复到最佳的状态 在中国 我们已经进入了休赛期 所以我也需要一段时间去达到比赛状态 不过 我一定会很快做好准备 当然也不能太快 防止出现伤病的情况 此外 奥兰多萨也谈到了自己在中国的生活以及回归的原因 他表示 自己的家人也是选择回归的重要原因 回到这里就是回家 回到这里 不只让我 也让我的家人感到开心 我有两个漂亮的女儿 我可以想象她们现在是多么快乐 我不是说在中国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中国有一套自己尊重人的文化 当你一个人独处 在中国是没有问题的 但当你有了孩子 一切都会变得不同 初点 念depth 字幕打赏支持 字幕打赏支持 字幕志愿者 无数字幕打赏支持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Contin懂